大家好,我是大家老朋友,王重阳道长 最近一次太空发射,中国将部分动植物物种的基因样本发送到了太空进行保存 其中之一就是华南虎 华南虎曾经广泛分布在华东、华中、华南地区 是所有其他虎亚种的祖先 也是中国独有的虎亚种,在野外已经功能性灭绝 现存的活体资源仅建于中国的动物园 据报道,12月22日7时51分 长征11号运载火箭搭载广州动物园华南虎DNA干粉 与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 发射到太空的华南虎基因样本 才知广州动物园的成年雄性华南虎康康 据报道,保存样本的容器能够隔绝空间辐射 防止瞬间高温等功能 可以实现生物基因的太空永久性的保存 利用太空低温及真空的优势 做地球物种的基因的备份保存 是物种种子资源保护与备份的有益探索 有利规避物种种子资源丢失破坏的风险 而且远离人类的干扰 这也是地球物种原始基因数据最后的防线 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好了,谢谢大家的观看,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Hug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